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十几项 所以这个中间产生的落差越来越大 你加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很勇敢的加 然后你实际上在监测的部分很少 永远只维持那样的比例 因为你公家机关其实它有困难 因为它的本身叫什么 它的检验经费是有限的 它没有办法对市面上那么多种东西 每一样都拿来检查 不可能的 对 那不可能做不到 所以我才觉得说 其实现在有个东西很好用就是什么 流向调查 像有毒化学管制 有毒化学品的管制是最重要的 这些化学品坦白讲 你本来就不应该卖给食品行吗 没错 你只要叫大家 你也不用花那么检验费用 你只要叫大家说 这有毒化学品的厂商 你每一个卖给谁 你通过给我去做登记 我跟你讲 这个就马上曝光 到底这个东西后来流向哪里 有没有流向食品厂 你根本还不用花钱去检验 所以说其实对 江医师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像事发好多次了 现在似乎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检验 到底为什么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检验呢 我们刚讲到 既然这个食品泛滥这么样的严重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塑化剂的部分 大家或许还有印象 因为这到底是不是轻判了 如果是这样轻判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次的毒淀粉事件 是不是最后也是高高举起 轻轻地放下 大家看到金果王负责人 这个微凡的食品 卫生管理法还有诈欺未税 原本是十几年最后只判 十四个月 一年两个月 看到这个金果王负责人这样的结果呢 哇会计呢 当然这是另外会计作账的部分 我们看到负责人最后只有这十四个月 当然金果王还有其他的有罚款 然后预生公司呢 这个负责人判的是比较高 太太也都判了十来年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看 请预寇姐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 到底这是我们的法令的规范的 不够严谨的结果 还是说呢 这个时候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最后只判十四个月呢 金果王负责人 因为最后说跟厂商有和解 态度也很好 于是乎最后只需要十四个月 其实这两个案子的不同 是金果王负责人 一开始他的犯后态度 好像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预生负责人 包括他的儿子什么 一开始都辩解得非常的 这个 严重这样子 完全不承认 而且他是这个主要的犯罪者 对不对 那不像这个毒淀粉这个事情 他牵涉到的 甚至于现在还可以 这个赖给那个王老师 那这是完全不同的 他这个是 你知道他这个是用塑胶 他这个完全是用 非常明确的 是用塑胶 这个 我们不能吃的毒品的东西 放入这个不该用的 起云剂里面 那可是 现在的这种 当然我们不能像大陆那样子 那个一个毒奶粉 后来好像还有人被枪毙了 那是不同的状况 可是这种东西 他是不是跟杀人是类似的 我不晓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立法院 那个或者是相关的司法界人士 对这一类的犯刑 我们日后会不会有 应该有更多的这种 这个更重的刑罚的 这种修改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的 这个人民的健康 就是国力啊 那我记得美国曾经 因为胖子太多了 然后那个布希总统呢 小布希都还说过说 美国的国力日益衰退当中 这个国家需要减肥 因为他们吃了太多的那种 会肥的这个食品 那我们呢 我们有非常多 我觉得食品管理局 应该注意到 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小孩子从小起 就灌输你去 不是喝白块水 我们不是喝可乐啊 现在那个美国的法律 还规定什么可乐大的 不准卖啊等等 还这个去大法官会议解释 什么抗争很多 但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从小就被厂商灌输的 就去喝那种 加糖的这种茶 那种茶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又油切来油切去 又减肥的 难道我们的卫生署的 食品管理局官员 看在眼里 你不晓得这里面 可能有问题吗 我想江老师应该也知道 所以他的添加物啊 或者说他饮食的这个习惯里面 这是应该加强的 他跟国防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他跟国防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的态度恐怕就不同了 我们谢谢玉寇姐 今天点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很重要 这是国家 你到底有什么国民的身体健康政策 如果没有的话 那当然就是出 有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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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出事赶快来抓 出事赶快来抓 那每次抓完之后 那是不是提高罚资因 是不是提高刑责 像有什么贺阻作用 你看一看我们上次从这个 所谓的送话机到现在才几年啊 又蹦出来了 那到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事情 还会继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现在吃东西 大家能够安心吗 这是谁的问题呢 我们说执政者的问题 所有执政人物立法在立法院 我们关怀就来看看 那立法院的这个会期就要休会了 马上这个礼拜五就休会了 来得及做一些法令的一个立法动作吗 速度很慢呢 待会回来